花莲军人服务站新任站长黄中昌上任之后特别拜会了县长徐中卫 除了勤勉投入落军和居民联谊活动促进居民合作团结居民情感之外 也期许新任站长能够持续精进带来崭新气象 共同协力增进和谐的居民关系 县年徐中卫感谢花莲军人服务站长期对国军弟兄们照顾以及鼓励 就向国军保卫家园更坚实的后盾 更积极推广国军借推人员参与第二专场训练 期盼未来协同花莲新政府继续支持国军推动各项国防事务 发扬居民一家亲的精神 县年徐中卫忠实并且肯定官兵参加终身学习 111年起全国首创 花莲新政府公会补助培育国军借推人员第二专场训练 由军人服务站主办 用新的观念新的视野成为具有创新知识与技能的挑战者 对专场学习也需要考量现阶段职场缺乏的专业人才种类 开设专班 因此花莲新政府特别为了培育国军官兵第二专场班 有利于学员退伍之后能够无缝接轨来投入职场 记得喜欢关注到 加油 加油